李小姐有没有科并说说你的家庭背景 好的 我和我先生都是在中国大陆都是眼科医生 然后的话呢 我们2010年的时候 然后我那时候怀孕 怀孕六个月的时候 然后做产前检查就发现 就是说我怀的是双胞胎 然后其中有一个孩子的话呢 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发现 就是他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心脏的十字架结构 然后的话 我们在就是生产之前一周 然后又转到了那个当时我们在安徽省的合肥市 当时转到了安徽省最大的那个医院 然后在那里边找了当时省内最权威的产前的超生专家 然后他检查的时候说这个孩子心脏畸形的非常复杂 可能就是生下来没有几分钟 等离开那个期待供学以后 他可能就会就会死去 然后我们就术前做了很多的准备 然后就是说主要是说可能到时候就见不着这孩子了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生产的时候 也是找到了当时比较有非常有经验的妇产科主任 然后为我做的手术 手术的话就是按计划就是先把那个健康的孩子取出来以后 然后这个孩子第二个取的这个小美 其实小美的产位的话应该是在左前下 应该是第一个出来 但是为了保证那个健康孩子的那个安全 然后我们颠倒了这个生产的顺序都 然后生下来以后的话 小美过了五分钟还是挺好的 然后的话那个麻醉师就说用不用气管茶管 我说不用了 看看这孩子情况 过了十分钟还是挺好 孩子哭声啊各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有一点点感觉 他那个嘴唇开始有一点发干 然后我们就 那个医生就说先抱回去看看吧 然后我们就 就是等到他出来的时候 从产房出来 我先生和我家人看是两个孩子一起出来的 就非常的高兴 但是你当时听到 就是说你的小孩有可能就在怀孕的时候 有可能心脏畸形的时候 你当时什么感觉 没有办法 没有什么办法 那时候因为是双胞胎 而且我怀孕的时候已经是高龄了 所以就不算33岁嘛 所以说的话呢 就是就是说先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因为的话怕到时候影响到另外一个孩子 所以的话就是说生下来再说吧 然后 当他生下来之后 你不是之前说 医生说他有可能会过了五分钟 对对对 缺氧就没有了 就有可能就要折了 对 你当时有这种心理准备吗 有的非常有的 因为我提前相当于三个月吧 就知道这个事情了 所以说的话 而且我也是做医生 尤其我母亲是 也是妇产科医生 所以的话呢 在这方面的话 没有办法 就是说 有些事情的话 只能是接受 所以你就觉得顺其自然 对 所以说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他现在 他 你们是怎么 是从大陆 就是中国安慰 然后知道这个时期 就知道 你说他生下来五分钟之后 也OK 然后之后是怎么 一步一步的过来的 是的 然后的话呢 第二天的话 小美就继续报到 医生那里去做检查 还是发现是 机型非常复杂 就告诉我们 不能活过四个月 然后等到四个月的时候 他还活着 然后我们就 到了上海儿童医心脏中心 到那去检查以后 然后那个医生 那也是非常有名的医生 说我们 就是说 这个孩子只能做 姑息手术 姑息手术 就是根治手术 是两个情况 姑息手术的话呢 它是体循环的血 不是先进心脏 而是直接进肺胀 再进心脏 然后再打到体循环 这样的孩子的话呢 就是 他虽然手术的安全性很高 就是说 但是的话 孩子以后的那种 生活质量会很差 他会走不了太远 然后也不能太多的跑跳 还有就是说 他长大以后 可能是 就不能结婚生子 整个的寿命 大概在四十岁左右 然后的话 如果要是到时候 再做手术的话 需要做心肺移植 也是非常的无奈 然后我和他爸爸就想 我们再去其他的地方看一看 然后我们又到了 北京京华大学附属医院 在那里有一位 无情医院长 他非常擅长做 就是说高难的 这种复杂现心手术 然后在他六个月的时候 我们到那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可以在孩子五岁左右的时候 做根治手术 所以根治手术就是说 把它整个弄好 对对对 然后就完全没有问题 就像个正常人 对对 和正常人是一样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听到以后非常高兴 然后我们每年就到北京去复查 但是复查当中 我们见了一些患者 然后也有听到底下的一些医生 说这个手术的 就是说风险非常的高 然后我们就陆续又到了 北京府外安珍 这些中国最有名的 就是说心脏中心去看 然后他们的意见 也是做姑息手术 就是说中国只有一位医生 答应给做根治手术 但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本来是按预期的 去做手术 发现 他现在每多些五岁 对对 他是2010年八月份生的 然后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按原来的预期做手术 发现他的血型是熊猫血 就是RH阴性血 然后那个 他的这种血型 在中国的话呢 就是说能供血的话 只有千分之一的概率 这个就是说 这个是医生没有办法 就是说控制的 如果到时候缺血 就没有办法 而且其中我们也打听到 就是说这个手术 在中国的风险 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后的话呢 就是说各方面原因吧 我们就想 就是说 再等一等 然后这个时候 我的一个朋友的 我一个朋友 在那个克里夫兰 他在那医学中心 做医生 他说你可以到克里夫兰来 那是美国排名 全美排名第一的 心脏排名第一的医院 然后我们想 至少 不论是什么样的手术方式 至少这边 美国的血的话 它是供应是 肯定没有问题的 不会像中国那么缺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申请了签证 然后申请了这边 美国的克里夫兰医院 然后9月7号 到了美国 然后9月10号 就诊 到克里夫兰以后的话呢 这边的儿童心脏医生呢 就是给我们看了一下病例 我们在中国的病例 然后呢 他们又做了这个MRI的一个检查 检查以后 他们觉得这个难度依然非常大 因为这个 我女儿的这个 现在心脏畸形 它是 它不光是心脏 它的内脏也是有问题的 它一共有八个畸形 八个畸形 然后整个这个病叫一个 心房内脏的一个意味综合征 它的心脏有问题 它的肺血管有问题 然后它的那个就是脾脏的话呢 正常的脾脏在左侧 它是整个是一个水平的 然后脾脏是多脾 然后肝脏 胃脏 胃呢 都是有一点疑味的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手术风险 依然非常大 就是说 在那里边的话 他们觉得没有太多的把握 然后这时候 有一个叫Preminger的医生 他的老师是Dr.Bovie 然后他就介绍我们到这里边 这边来纠诊 你当时听到说手术 还是那么复杂的时候 你有什么想法 还是我们觉得的话 我们已经进到自己最大的能力了 就包括我的亲人家属都说 我们作为父母 因为这五年 我们一直在研究他的病情 真的是他的发病率只有 就是说 这个综合症的发病率 只有七百万分之一 再加上这个 他的这么八项的畸形 大概就一千万人里面 可能有一个这样的孩子 所以说我们可能是碰到的 确实也是 就是到哪里 都医生都说 这是世界顶级难度的 这个病 最复杂的心脏病 然后我们只能说是 向神祷告 因为我和我们先生 我们家都是基督徒 向神祷告 然后希望能给我安排 碰到最好的医生 所以说你现在碰到这个医生 然后你们就过来 你许跟这里 对 比如说 然后他介绍你来 你许跟 这个整个proces是怎样的 可以说一下吗 他 就是说 他介绍我过来这个过程 对 是介绍过来之后是怎样的 博卫怎么 怎么见 好的 那个 我们是10月12号到的 那个 到安纳宝 然后的话呢 16号 那个医生 是内科医生 先给我们做了一些检查 然后 在手术之前 见到了博卫医生 博卫医生的话呢 据我们自己的那个 就是说了解 博卫医生是全美做 那个时间隔 就是心脏这个半膜修复 最权威的医生 然后他说 这个孩子的病情 依然是非常复杂 手术的话呢 他已经给 非常好的分析了 这个手术的这种过程 但是他不敢把握说 这个手术到底是说 根治手术 还是说姑息手术 需要他第二天 就是说手术的时候 开胸以后 他才能决定 所以后来就 也是做了这个手术 对 然后第二天 我们就做 就是说 然后就是在手术室的话呢 我们是 九点半开始正式手术的 十点半呢 就是医生 就是护士 会报告 定时报告 报告我们就是 开始建立体外循环 就证明 他的血管虽然很复杂 但是的话呢 他就是说 已经能够把这个 体外循环建立 就证明手术 已经能够进行下一步 十一点半的时候 护士告诉我们 就是说 已经开始做这个 心脏的重建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能做根治手术了 非常感应 所以当时你在那个 等故事等待的时候 你心情 是的 我和我先生 当时一听到说 能做根治手术的话 就是已经开始 心脏的重建的时候 真的是 就是真的是 非常 哎呀 非常激动 而且我在场的朋友 什么都苦了 真的是 因为实在是太难 太难了 所以说 后来你们就做这个 现在他 现在他什么情况 都完全好了吗 嗯 是的 是的 恢复得非常好 手术非常的成功 然后做完手术以后 我们在ICU 只待了一周的时间 然后就转到了 普通病房 转到普通病房以后呢 他的那个 呃 就是各种情况 恢复得也很好 然后大概 呃 过了二十多天 我们就出院了 呃 然后他现在 心脏的功能非常好 呃 然后的重建的的话呢 可以说非常的 他的博威医生 非常有经验 而且他 根据他虽然是 畸形很复杂 但是他 呃 就是说 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 他的那个 脾脊脉 他的下腾脊脉 有一个正常是 应该一根血管进到 就是说 就是进到这个 右心房 但是 呃 我女儿的话 他有一根是在左心房 然后 博威医生做了一个 非常奇妙的一个 就是一个 非常 亮人 amazing的一个设计吧 然后孩子就是说 损伤又小 然后的话 又能恢复到这种 就是说 跟正常人一样的 心脏结构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说 美德现在就是 可以 可以这么说吗 像 就普通五岁小孩那样子 是的 是的 嗯 一样 就是一样 然后就完全好了 嗯 不会有其他 有你刚刚说的那样 对 不会的 不会的 嗯 那个三点 就是手术 结束以后 博威医生见了我们 他说他会跟正常的 孩子一样 嗯 然后的话 让我们随时的那个 就是定期的复查 然后二十岁的时候 他可能因为他心脏的那个 有一些 就是说构造很大 可能需要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微创的一个 修复 以适应他年龄更大的这种 呃 供养的这种关系 但是那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手术 所以说这个非常感谢 博威医生 他真是创造了奇迹 真的是 我们 因为是将近有一千多人 国内国外 就是我们的那个 呃 教会的朋友在祷告 他们都说 博威医生 真是上帝之手 真的是 他真的是 就是 就连我们在这里边的 那个医生护士都说 真的是 是一个 amazing miracle 是一个奇迹 真的是 非常感谢 博威医生 就是他的勇气 他的智慧 他的经验 还有他的见识 还有他对孩子的大爱 他的那种 对那种救死 就是说中国人讲 救死服装的精神 才能有小美的今天 其实我们做好了 很多很多 这种坏的准备 然后 但是真的是 非常感谢他 创造了奇迹 所以说 现在就是小美 完全就是可以跟 正常的五岁小孩子 对 因为他的心脏功能 非常的好 他的血氧和正常人 是一样的 我们会 心脏的话 他这种属于 缺氧性的心脏病 然后的话呢 在手术之前 他就是说 不能跑 走路的话 超过五十米 他就会很累 然后的话呢 也不能上楼梯 然后现在这些 都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在这段时间 他可以自己 从一楼上到三楼 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走很远 走到公园里面去玩 他都能自己走 而且的话呢 就是说 嘴唇是红红的 然后我们就是 每一次手术以后的血氧 就是显示 他的血氧值 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真的非常棒 所以你作为母亲人 也非常非常高兴 就是看了这五年来 然后看到他现在这样子 是的 是的 我想这个 这一支对话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 就是说是最期待的 也是达到的最好的结果 就是我们 所有的努力 都没有白费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因为您之前也说 在中国国内 好像蛮多人 蛮多人 就是蛮多的小孩 也有类似您女儿 这样的心脏的 一个记性的问题 然后你觉得 是有什么 想要传递给他们的 是的 我觉得的话呢 就是不光是在中国吧 我觉得全世界 这种心史 单心史的构建 都是就是说 重建都是一个 对于医生来说 其实是一个难题 然后的话呢 我觉得我会作为一个 可能媒介吧 会把这个信息 更多的去告诉我的朋友 希望他们有勇气 可以做这个手术 因为在国内 很多这种手术 最后因为手术风险的问题 手术难度的问题 所以医生和患者家属呢 都会选择做那种 姑息的手术 他们展现就是 让这个生命 就是说 就是说怎么说呢 起码手术的话 术后孩子还可以活着 因为在国内 我们见到太多的 这样的孩子 做手术就没有停过来 就没有活过来 或者是 在ICU里面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是说 我见过的话 最长的三个月 在ICU里面 最后孩子 还是没有活过来 所以说你就想 可以这么说吗 你传达的信息 就是说 想要让更多的 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手术 不需要去 就是做一个正常 就是把它整个 给修复的手术 我是不是把它给 对 姑息手术 对 你可以把我刚刚说的话 再说一遍吗 就这样子 对 就是说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能够让更多的孩子的家长 去知道这个手术 这种病的话 是可以做根治手术 而且安全性也很高 而不需要再做 姑息手术 因为姑息手术 对于孩子的生活质量来说 实在是 真的是天壤之别 然后你最后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 就是说 因为在 我觉得在这边就医的话 非常 就是不光是 看到了世界上最顶级的 医生这种好的医疗技术 而且的话 从手术到ICU 到病房 到社会工作者 我觉得每一个安排 都会非常的体贴 所以说 这个真的是 这个密西根儿童医院 心脏中心 它不光考虑到了孩子 它也考虑到了家长的焦虑 像我们在ICU期间 孩子在ICU期间 我们会安排在 就是在离孩子很近的 这种一墙之隔的 这个 Lognaud McDonough的 这地方休息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随时看孩子 然后在病房各方面的话呢 都会照顾得非常的周到 而且我们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医院的护士 年轻的医生 医技都是训练得非常的棒 因为我自己也是做医生的 所以我感觉到他们 从这种技术 服务态度 还有对孩子的关心 都是最 就是真的是 全世界是最棒的 所以说 我觉得的话 我们医院应该会越来越好 而且也希望更多的家长 如果有条件 有想法 要是那些心脏病的孩子 家长 可以到这里来就医 因为真的是 我们觉得 真是到了世界 不论从各个方面 都是最棒的医院 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 美东西想回家吗 当然想回家 因为她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 所以所以说 还是非常想早一点回去 见到姐姐 然后见到家里边的亲人 她有想念 在Ann Arbor的情况吗 她也非常喜欢这里 因为这里边 尤其是这个医院 她觉得的话 每一个人都对她非常好 而且的话呢 这里边有很多 提供小朋友玩的地方 然后她也很喜欢 这里的医生护士 因为每个人都会跟着她 非常贴心地说话 然后的话呢 又帮助她恢复健康 然后又帮着带着她一起玩 还会送给她很多礼物 所以她也非常喜欢这里 最后你有什么 就是想要跟Dr.Bovic 还有整个团队想要说的话吗 就是你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 非常真的是衷心感谢这个博卫医生 她可以说是小美的再生父母一样 如果没有她可能就没有小美的今天 真的是非常感谢她的用心 然后的话呢 因为她也祝她就是说 就是说因为也是七四岁了 希望她就是能够 用中国话叫 服务东海 收比南山 能够为更多的孩子 为更多的病人送去健康 然后呢 也非常感谢 那个密歇根医学院所有的 全体的医护人员 包括手术卧客 所有的人都在帮助我们 而且在这里我们感到了世界的大爱 真的是 在美国这个离一家很远 就是说千里之外的地方 我们没有感觉到说无助 感觉到孤独 而是感觉到那么多热情 那么多人在帮助我们 真的是非常感谢 也希望我们一些跟医学院的心肠中心 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 最最棒的 最最顶级的医学中心 谢谢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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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